在这里他们常说一句话 时间就是什么 我们消防的就是 以时光来提高救援的浓烟 这些痕迹记录着他们的 受伤和逃生 你还只是逃生 逃生的时候 那个手刷的痕迹 楼道失火 浓烟密布 高温高热 又该如何逃生呢 下部四千位好很多 上面全部都是黑色的浓烟 比这个太不见了 而且上面温度会比较高 确认能不能逃生 是该往上还是该往下逃生 他们想要请您记住 还有一种逃生 叫做关好房门 在家里的 只要关注们反而没事 逃生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一场大火 四千亩草原 瞬间化为回忆 我们能想象到 当时火势的猛烟 他们头顶的酒楼 已经轰起了猛烟 智烤云新的 不仅仅是温顺 这里 熙来攘往 人头窜动 乍看上去 像是一个生意不错的 二手车交易市场 可是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 许多车辆 是都烧焦了的 只剩下了残骸 其实这是南宁市 消防部门组织的一次 火场的实地参观 一次体验式的 火灾防控的 知识宣传 这场火灾现场的地点 是在南宁市 一个叫绿园的 居民小区 着火的是 小区的停车棚 因为电动自行车 不当充电 引发火灾 导致200多辆车 被烧毁 这是当时 消防员灭火时的情形 好在火灾 发生在夜里 车棚里没人 再加上消防员 铺就及时 火灾没造成人员烧闹 大多数的普通人 是没有火灾经验的 身处在这样的现场里 人们会忍不住 产生一个念头 这一排排车 都被烧得面目全废 一片狼藉 车油如此 人何以堪呢 这是南宁市 在今年年初 涨了火的一栋自建居民楼 火灾发生在冬天的半夜 几乎人人都已熟睡 消防队员们一烫烫地冲进火场 救出了11人 其中9人受伤 被送往医院救治 他是受伤最重的伤者 重度呼吸道 吸入性损伤 你睡着了吗 11点钟 11点半 我闻到那种手 脚 看了一看 全都熟了 11点半 你闻到的时候 开门 然后楼梯间都是烟 您手上的手和脸部有什么 腿上面 身上面 我身上也没有 这点都少 医生介绍了伤员们的伤势 其中一个病人是 比较特重度的烧伤 其他八个人是 轻度的中度的烧伤 这些病人的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吸入的是 浓烟维组 所以说 他的呼吸道烧伤 比较明显 除了火灾受伤 常见的呼吸道损伤 这一次伤者们的伤势 有一点让医生感到意外 这几位伤者的烧伤部位 大多集中在他们的手和脚上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时间是2020年1月12号的深夜 着火的是南宁市清秀区 一座五层的自建楼 消防人员从五层楼中救出了11人 其中9人受伤 要想回答医生的疑问 就得弄清楚火灾时发生了什么 是我们支队指挥中心 通过这个警情系统 这个用队长机 以及广播电铃接警系统 这个多渠道的一个方式 进行下达警情 出警的是特勤一战的消防员 特勤一战除了自己负责的辖区 还负责处置整个南宁市范围内 发生的特别灾害事故 比如高层建筑多人被困 化工火灾 重特大事故救援等等 民房这个一楼电动车着火 楼上有多名群众被困 警情是晚上11点多发生的 当时队员们已经吸灯休息 五层的自建楼房起火 多人被困 实际人数不明 这就是当时的警情 为什么大家的神经就紧绷起来了呢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南宁市 一些城中村或者自建的楼房中 电动自行车往往停放在 一楼或者楼梯间 一旦发生火灾 农烟会马上蔓延到楼道和楼上 所有的楼侧 发生火灾 死亡率最高的 就是死亡在农烟的蔓延当中 接紧一分钟 这个除紧一分钟 出动过程五分钟 在消防队员这里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 有着最真实的体验 在这五分钟里 指挥员在车上 已经进行了人员的详细分工 第一个是一个侦查组 进入这个现场 进行这个侦查搜救 第二组是这个搜救组 直接就是背上我们的空气呼吸器 针对性地对这个里面的房间 就进行这个搜救 然后灭火组 负责这个从水罐车 铺设这个水袋 来出两支水枪 对一楼这个电荡车进行灭火 第四组就是我们这个现场警戒组 然后最后第五组是一个供水组 第六个组就是一个排烟组 在路上指挥员已经了解到了 起火建筑和人员的基本情况 五层次建楼 一楼的楼梯间电动车招火 二三四层以上 每层三个房间出租 被困人数不明 我们是分组分层 我们刚才是两组进去嘛 这个侦察组负责收二楼的 然后搜救组负责收三楼四楼 这样子 一楼梯间电动车招火 破门用时不到三分钟 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一分一秒都是显得那么漫长 刚开始是被困人数据 没有人说得清楚 我们也是一遍一遍熟 第一波基本上应该是四个还是五个 我们一个是第一遍搜索完之后 把被困人员就这样子带下来了 然后我也再次跟他 跟你们的搜救组下达命令 让他再进行第二遍搜救 因为毕竟里面还是能源比较多 一个就是势力 可是条件不是很好 我们会再进行一边对那种床底 衣柜 卫生间 会进行在逐步的在搜救 更加仔细的再去确认 还有没有人员被困 没有人员被困在搜救 还有没有人员被困在搜救 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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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打住 再来 好 衣柜 虞性 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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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搜救出来的统计搜救是11名 整个搜救过程紧张有序 9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完成这一切也就是用了15分钟 这是整修后的着火楼房 已经看不出着火的痕迹 当时屋队长在救援组 跟当时救援的紧张相比 现在再次来到现场 他是轻松的 当时我们破拆的是这一个房门 还有这一个房门 当时我们考虑的是这样 因为房门是紧闭 我们为了确认里面是否有没有人被困 所以说我们将房门进行了破拆 破拆了以后发泄里面也没有人在里面 也没有人 但就二楼和一楼就没有险情了 没有人员受破就就马上走 对 但是三楼不是您资格的是吗 对 因为当时我们第二组搜救人员 已经在三楼进行搜救了 所以您直接就上了四楼 四层楼 然后上面的话还有个小小的杂物街 当时在这一个房门 我们也拍打门了 但是也是偶尔听到小小声的一个声音 但是他也不怎么回应 所以说我们为了确认的话 我们也就将房门进行了破拆 打开窗了以后 发泄一名妇女还有一名儿童 当时是根本光线是看不到的 因为有眼睛找不到人的 看不见 当时里面掖的话是看不到人 因为他也有热烂 就是说您是带了这母子两人就走的 将两个带下来了以后 就交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队友 给他引导下去 然后我们就继续上楼搜救 他就后面拿着也不懂 到底是哪一辆放在这边呢 他已经拆了从垃圾堆了 这边 报警的第一发现人员 肯定是这边 这边磁砖都没掉 灭火和救援完成后 消防火调员立即对起火原因 做了调查 确定起火点后 经过调查分析 这起火灾是因为住户的电动自行车 停放在楼梯间 违规充电所引起的 都切完了 都切完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改 不知道跟机 都 起火点就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您能端定起火点是那个位置呢 因为下面它有 很明显的有一个 像位置形痕迹的 在这里 下面可能没拍清楚 对 一个大位置形 那这个位置形痕迹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区域先凿的话 它肯定墙壁的收入的时间 一开始凿火是在这个区域 是慢慢地越往上 对 火在发生的时候 是这样 对 浮受上去 然后烟和火 对 烟和火就聚集到它的天花顶上 然后慢慢地顺着这个楼道 然后越来越多 它顺着这个楼道 就上去了 在医院里 伤者和他们的家人也都承认 他们都曾经把插电板从楼上飞线下来 给自己停在一楼的电动车充电 其实我都经常见那个车 我和火充电那种声音很大 都是在后面掉线下来充 现在不充了 以后我翻了车了 火灾原因查明了 火灾中受伤的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这是受伤最重的那位苏先生 他原来是住在二楼的 太黑了 你看不进去 你看不进 看得到就是电动车子找我 还是什么找我 也看不到 看不到 怎么都看不到 就死个十岁金 死了个毛巾 还有什么毛巾 然后这样的 然后就冲战去了 然后反正出去也看不进 火灾黑了 电光的没有 然后就跑跑上去了 有 有 你就是在逃生的过程中摔倒了 这个女孩说她也住在二楼 当时跟着男友跑了出来 然后你是跑到一楼了吗 再反回去 下去了一点点 然后下去了 在回忆的过程中 他俩不约而同的都告诉火灾调查员 在消防救援人员没有来到之前 在楼梯的烟雾弥漫和炙烤之中 是有一对夫妇在黑暗中伸出手 把他们拉进了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随后还开了卫生间的水龙头给他们降温 还给了他们大湿的毛巾 帮着捂着口鼻呼吸 一直到后来消防员把他们救了出来 几个月后 在距离南宁一百多公里的一个村庄 记者找到了那对救人的夫妻 他们家是这一家的 您好 请问您是情绪部吗 您这个做了好事就走了 什么好事不好事 那些东西就剩手而已 那剩手而已 那您太太的商势怎么样 我们进去看看 她刚刚整理了 搭回来 还叫上她吧 那她走的 您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坐 坐 先坐 您的方式怎么样吗 这个有点 这个有 还有这个伤疤 一直都炸药 一直都炸药 你伞子没有问题是吧 伞子没这个什么 这是手再走 没有太太的问题 手这里 伤识 我还说您两夫妇救了人就走了 没事 那没办法 秦先生夫妇以前是在南宁打工 就租了那栋楼三楼的一个小房建筑 他们说发现起火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多 楼底下 那东西响啊 冰巴啦比里巴啦那种 我以为人家在下面打下 我跟我老婆说 走到中国去往中国往下看 我还没到中国 我老婆他就 他就 好像在包 他先包几来 他说不是 打架 起火了 看到起火 妻子条件反射的跑出了门去 我一跑去 他们跑到楼梯口 那个越溪越流 那个火 又烫 我跑不动了 因为下面二楼 那些楼梯扶手 那种长壁 都暖空空的 我就不了了 我在转头进入房间 后来我上到四楼 四楼上面 人家沉不了气了 人家沉不了气了 那个气味好大 我沉不了 我又马上跑下来 这时候丈夫大叫 让妻子赶紧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眼睛都捆进来 捆进来 真的样眼斗气都不了 说话说 不敢开口说话 我就用背手 用背手 我自己把大声向老婆领着 你听不到她回应 我老婆叫我 她说回来 我就跑回去 那你回来的时候 门是关着的还是开着的 开着的 所以我迅速跑了回来 那那个手受伤是 受伤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 妻子从四楼跑回 夫妇俩关上了门 就躲进了卫生间 刚刚进去 丈夫就听到门口 有人呼叫 刚刚进去 我就听到一个女的声音 那时候好像是说 救命也是什么了 听到了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希望喊 我都不清楚 因为那时候灯也开不了了 反正你又买一个人拉进去 那时候 那时候呢 不行了 那时候呢 那个女的兴去了 兴去了 我就是马上要毛钱 就没说没说 找到厂商要毛钱 就给她 她说好疼 那么多灯也没办法 就是在这个不到 两平方米的卫生间里 躲了三个人 接着 他们又听到 门外的求救声 我就半年一点 因为开大 我就怕那一口 烤又来 那么多 半年一点 我就吊过去 看见一个人 那时候 我还分不清楚 哪是你 人一不整 人是的 能救救救 就像 比如 老年人说 蛇马当火马一 那种 我马上就开门出去 用力 就本来 那个瘦小 不过那时候 我就用力 加大手用力 把它托上来 没有意气 我就把它托来 马上进放 你还行不行 不行 也要生死 不管生死 什么 在关键的时候 也要爬进去 还要 我就用托 他听到 我这样喊 然后托他 然后带 带 带 身争扎 爬进来 我就托他 老婆 拿他 要一次 怪我老婆 就给他 就怪我老婆 给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 马上 马上吃 吃水 猛了 不惜 之后 消防人员 把他们四个人 从卫生间里 救了出去 送到了医院 记者采访的时候 这对夫妇的女儿 也在偷偷地拍摄 他不知道 身形看起来 并不那么高大的父亲 在几个月前的 一场火灾中 不仅救了妈妈 还救了两个 并不认识的人 妻子说 在卫生间里 躲着的时候 他双手剧痛 到了医院 他发现受伤 最重的 就是自己的双手 可他不明白 自己的手 是什么时候 被烫伤的 最后 是消防员解答了 关于他们伤势的疑问 他们受伤 主要是皮肤烫伤 和这个呼吸道 被灼伤 他们这个受伤 主要是因为 在火灾发生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是 可能听到外面的呼喊 就是想着 第一时间就冲下来 逃生 但是在他们 从楼台里面 跑下来的过程当中 发现 也很大 又下不来的情况下 楼梯那里 因为是着火 它那烟是最大的 又下不来 又返回去房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浓烟的 热辐射温度非常高 就把他们的皮肤 给烫伤 第二个 它也是 在这个跑的过程中 吸入一些浓烟 做伤到它的 一个呼吸道 现场的这些痕迹 记录了人们 逃生和受伤的过程 这个痕迹的话 是当时 那个女孩子是 逃生的时候 那个手抓的痕迹 那这个 因为它是看不清 所以手摸 留下来的痕迹 对 都有 它受伤的部位 就是手 对 手部 那为什么 在抓这个墙 会受伤呢 它因为墙壁的话 当时一楼着火 这个疏散楼梯 就相当于 一个大烟通 你看 烟通效应 温度更加高 那您看到这个地方 应该能够多少度 这个大概 像这个时候 大概可能有 六七百度左右 还有这里 拍打铁门求救 留下的障印 至此 开头的疑问 就有了答案 原来 他们的伤 简单地说 就是盲目逃生 而受的伤 当时 这位住在楼上的老人 就待在自己的房间 没开门 被赶来的消防员 营救出来了 他反而没有受伤 哇 终于有救了 终于有救了 同样的建筑格局 同样的起火原因 差不多的居住人数 而半年以后的这期火灾 几乎无人受伤 从这儿来看 这个老奶奶采用的 这个求生方式 是非常对的 它情绪也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在楼下的时候 你已经通过洋台 看到他了 对 好 感谢他们的 怕死了就完了 怕死了 他把这个绳结 你看 记得我 在长起这个柱子 像一个柱子 它这个很重 十一户人家 三十多个居民 为我们解说 什么是正确的自救 和救人姿势 逃生 今日说法 正在播出 普通人压根就想象不到 建筑物起火 热辐射的温度会有多高 特别是像这种自建楼房的楼道 一楼着火就会形成烟囱效应 高温和烟气都往上窜 越往楼上温度越高 这样看起来 大家当时采取的火灾现场逃离的方式 低头快速往楼上跑 这其实都不正确 因为我们经历过比较多 这种电动车的一个火灾 因为我们南宁电动车比较多 所以这种火灾发生的概率就比较大 然后我们经历过 有些是没有人员伤亡 有些是有人员伤亡 而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盲目地逃生 那基本上 被熏死的人都是在楼梯 自己逃生的时候熏死的 在家里的只要观众们反而没事 甚至我们有一次完成救援 去搜救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房间里呼呼大睡 都没有事 发生火灾了 我们一定要冷静 确认我们能不能逃生 如果进行逃生了 我们是该往上还是该往下逃生 如果火事没有 不是在本楼层 也威胁不到自己家里面的话 我们第一就是建议 在家里面等待救援 把房门堵住 不给农业 蔓延到家里面 就等待救援可能是最安全的 对 但是您能建议大家等待救援 也意味着 消防员给大家了一个承诺 说我们会到场 基本上发生火灾 我们每一层楼 每一户基本上都会去敲门 确认过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南宁市新宁区 匠桥村19号 又发生了一起火灾 这起火灾呈现的是 另外的一种惊心动魄 消防救火 消防救火 有救人 人掉在楼上 掉在那里 发大火 很多消防 现在大人体验 大人在上面救人 哇 终于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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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呈现的是 救人员 十一户人家 三十多人被困 只有一个人 在逃生的时候 摆伤了脚 救援和逃生 无疑是成功的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来看看 这十一户人家 在火灾中 是怎样救人和自救的 死里逃生的经验 无疑是最珍贵的 感谢您收看 《军与说法》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